是的你没有看错 加特林以9秒45的成绩完成了一场白米比赛 大幅度超越博尔特的9秒58世界记录 只不过是在八级大狂风下 关于风速这个问题早已是人尽皆知 大家都知道风速对于短跑的成绩的帮助有多大了 但是具体有多大可能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所以今天的这期视频 小扒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些超级大风下的超级成绩 第一场2017年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战男子白米比赛 大家的老熟人德格拉赛 刀哥在顺风4.8米每秒的情况下 跑出了9秒69的成绩 让以成绩稳定著名的他 体验了一回白米五虎级别的速度 不过有意思的是 刀哥自从这场比赛跑出这个成绩后 赛季基本报销 第二场 2008年美国奥运选拔赛男子白米决赛 同样也是大家的老熟人 泰森盖伊在顺风4.1米每秒的情况下 跑出了9秒68的成绩 结果呢 也和刀哥一样拼过了头拉伤了 就导致了盖伊错过了北京奥运会 也错过了他最有机会 获得奥运会个人奖牌的一届 加上超风速的成绩 也不会算正式成绩 可以说丢了芝麻 也丢了西瓜 第三场 重量级选手贾斯汀·加特林出场了 加特林可以说是最喜欢参加综艺节目的 短跑运动员了 尤其是在日本 像这场比赛就是在日本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 节目组为他放了几台高功率的大风扇 现场的风速差不多就是八级台风 加特林因此跑出了9秒45的成绩